每小时销售190个 每日销售4950个的优质商品 累计销售量达1631万9173个 创造约1300亿韩元的销售额 炎炎夏日的某一天 为了能够寻找最适合自己的防晒商品 我们邀请到了不同年龄层及性别的试用者 外出时一定会擦 最近紫外线强会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擦防晒 我一天的时候不会擦 有太阳的时候才会擦 随着年龄层及性别的不同 大家的防晒习惯也大大不同 那么到底怎样的防晒产品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呢 让试用者以盲测的方式体验各个产品后 亲身选出觉得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我看到我的脸了 我的选择是 产品 试用者选择产品的理由也都不太一样 我所选择的是 产品 君云你很好推开 涂完后变白了 这是BB霜吗 我觉得一看感觉就变白了吗 哇 究竟 试用者们都选了什么产品呢 首先 二十多岁女性试用者的选择是 我选择A产品 您为什么选择A产品呢 很柔软且好推开 感觉很轻薄 通常这种很轻薄的产品 在涂抹的时候会让人感觉 这真的有防晒效果吗 但这个产品感觉有在脸上形成一层保护膜 二十出头的这位男性喜欢哪一种产品呢 我想要选择B产品 您为什么选择B产品呢 我个人感觉这是一款男生会喜欢的产品 你看 我的皮肤原本是偏黄的 但马上就 天哪 这个产品感觉真好 肤色较有黑或是偏黄的人 可以试试看这个产品 真的 这两位二十几岁的试用者选择的产品是 爱多美防晒霜裸肤及白皙 是爱多美一直以来的热销品之一哦 爱多美防晒霜这系列产品让你回归到防晒最初的本质 所以长久以来一直都是会员们热爱的代表商品 爱多美防晒商品中的代表作 爱多美防晒霜裸肤及白皙 SPF50加 PA三个加的高防晒系数 涂抹在脸上时 轻薄好推开 且清爽不黏腻 裸肤及白皙共两种颜色 可以依据肤色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下一位是个五十多岁的试用者 那么这位女士选择了什么产品呢 我选择C产品 真好用好滋润哦 年纪大了以后肌肤干燥 而且逐渐暗沉 所以我在化妆的时候 都会很注重这部分的保养及加强 就是那种肌肤变得闪亮光彩的感觉 这位女性适用者选择的产品是 SPF50加 PA四个加的爱多美 凝脆患肤防晒乳 随着年龄的增长 肌肤会开始渐渐失去弹性 由水失去平衡 肌肤渐渐干燥且变得暗沉 爱多美凝脆患肤防晒乳呢 是为了解决中年女性肌肤困扰而研发 拥有精华液般滋润感的防晒乳 爱多美凝脆患肤防晒乳 SPF50加 PA四个加 拥有高防晒系数与精华一般的保湿感 另外还有一位适用者选择了这个产品 30多岁男性适用者的选择是 我选择低产品 最近男生也开始注重保养西肤 开始注重外表了 有些男性也会使用一些遮瑕 或是可以调整肤色的产品 使用后也不会感觉太白 或是很突兀的感觉 很明显的感觉气色变好了 这位适用者使用的爱多美防晒产品是 爱多美物理性防晒膏 有修饰肤色及提亮的效果 此外产品添加了炉干石粉末 芦荟萃萃取物及薯葵花萃取物 帮助镇定及舒缓肌肤的不适感 让我们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一款防晒产品 每天持之以恒地擦 外出时不要忘记擦哦 原本以为防晒产品就只有防晒乳而已 没想到功能及技型这么多样化 有时候嫌麻烦就会随便擦一下或是干脆不擦了 现在找到了属于我的产品以后 我会提醒自己更努力地擦防晒 擦的产品是什么固然重要 我也学到了好好擦防晒的重要性 我很高兴能透过这次的试验 找到属于我的防晒产品 有了防晒 我们可以好好享受阳光 而不再害怕晒黑 爱多美防晒系列产品 守护您的肌肤